嗨,大家好,我叫Daphne 今天呢,我要跟你们谈的关于wrap 所以这个wrap当中呢,有什么分别的? 一种是strafalm 一种是foodwrap 那区别是在哪里呢? 这个strafalm呢,是用于在工业区的 工业区他们是要经济装,他们一定会把这些wrap呢,就是包起来,然后就让他们排期期 不让他打币的 这样这种的foodwrap呢,是用在饮食行业,或者是巴沙区,就是保鲜啊,或者是他们就是 吃点吃东西呢,他们一定会用在这个foodwrap的,就是保持他保鲜咯,保持他新鲜 然后或者是那些烘焙行业呢,他们一定会用这种的foodwrap的 所以它区别有什么分别呢? 这些工业区呢,我们来说这个strafalm呢 strafalm呢,长度是500x300mm的 长跟长成团 500x300 那它的区别是在于 呃,就是它的那个 粘性 粘性呢 是micron 23 那它的micron 23呢,也有是micron 16-17 它的micron 16-17呢,大多数是用在machine的 啊,machine的 然后这个普通来讲呢,我们是用在 普通用menu的来用的话呢,大多数这个micron是跑在23 这样,它的分别呢,就是 呃,薄性跟厚性的 micron 23呢,是比较 厚性 micron 17-16呢,是 是比较薄的 是用在好像 呃,比较大型公司的 例如好像 卖米的,他们是一定会用在这种的 呃,这种的这些strafalm的 它是全部是publishing的 所以,包的性质有各有不一样 所以,他们要的 水准跟他们的票准也不一样 这样,我们来说关于这种food wrap吧 那这个food wrap呢,它是 全menu用的 那,就是 水果类,他们一定是有用在这些food wrap嘛 这保鲜,或者是烘焙,他们一定是有用到的 这样它的有什么好处,或者 它特征呢 它特征呢,就是 它包的时候呢 就可以保鲜 然后它是没有chemical的 然后没有chemical之外呢,包起来呢 它会比较,比那个 普通的strafalm会比较的 亮 我们来看它的 效果出来有什么分别 这两个 的效果 这一种呢,就是 food wrap包起来会带比较亮的 可以看到吗 然后这一种呢 就是strafalm的 所以它区别在这里 啊 所以你看到 经济装的来工业区,他们是普通来这样子包起来的 扎 就是够 这样子包 不说这些新鲜类的 所以你要 保鲜呢,带点亮 所以它区别在这里 这个带点亮 这带点不亮 所以带点亮的大多数一定是strafalm的 不亮的呢 就是普通的wrapping的 好啦,今天我解释 这样躲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哦 拜拜